你们不要这么不持久好不好 三分钟以上努力一下好吗 男生至少五分钟以上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呢我拍这一支是 延伸我上一支10万订阅的影片 然后因为那一支其实 蛮多观众有给我一些意见 这次因为我差不多也二十几万了 想说来拍第二支 跟你们聊聊我新的一年来的心境 主要的部分是因为我上次 我拍10万的时候 其实还蛮多观众有给我鼓励 那我其实觉得 蛮开心的也蛮感动 就是很欣慰 其实我觉得鼓励大过于负贫 至少在我形容我的心里的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多人可以 跟我有共鸣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主要还是会有一些声音 他们会认为啦 假如说你要当公众人物的话 你必须要接受负贫 你才有资格当公众人物 那我会觉得说 这也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我本身的想法是觉得说 你可以给我指教 你可以给我意见 但是我觉得给意见有很多种方式 不一定一定是要用很恶劣 或是很极端 或者是非常难听的方式去留下言论 去让别人的心里觉得不好受 我觉得说话有很多种艺术嘛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 我也是会去浏览别人的文章嘛 或者就是也是会看别人的影片啊 我看完我会习惯浏览下面的留言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看任何东西的时候 一定都会有自己心里的想法 总会有人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也会有人跟你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那是蛮正常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全部都是对的 所以我就会有习惯性去看别人的想法 我会看左边的 也会看右边的 就是各种不一样的评论 然后再去综合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其实我没有认为说 哪一个人的方式是对的 或是他的方式就是错的 对我来说尊重就是 不要不懂装懂的去指教别人 这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有观众问我 我的频道的title名称不是钓虾女神系吗 我会下这个title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开公司 当初会想要拍这个钓虾钓鱼的影片 本身是想要找我旗下的model主播们来做 但是因为其实女生比较有自我的想法 尤其是现在大多女生有在做直播这个部分之后 对我觉得就更难去掌控他们 那后来没有早晨之后就想说好吧 那先自己来做看看 然后没有想到自己做之后效果意外的还不错 对我自己也蛮错愕蛮惊艳的就是被自己吓到 因为没有想到做这个部分会有观众愿意这样支持我到现在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很抗拒的 从静态要转着动态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说静态它就是你可以摆美美的姿势 然后拍漂亮的照片 然后就是其实照片都是可以修的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可能把A罩杯修的自己罩杯啊之类的 没有我是说我是说一个比喻啦 所以当时你要说我要从可以修图的状态 转成我现在要这样动态的去面对每一个观众对着镜头 这样子侃侃而谈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实蛮常紧张的而且会常常不知道要说什么 尤其是如果看过我影片很久的观众 就是从我第一支影片就追我到现在的观众 就知道其实我的前面大概十几部影片 没有到现在这样子就是这么的free 这么的随性 尤其是我的第一支影片那一支是我的合伙人 他就逼着我就是赶牙子上架 对我是很尴尬的完成这件事情 对跟现在完全不像 其实现在你们看到我的就是后面这些比较自然的方式 偶尔会有各国语言的方式 才是我最平常在跟朋友相处的方式 我把每一个人都当朋友 所以我希望当我的观众看到我的时候 就是你像在看到一个朋友 在跟你们讲干话聊天的那个感觉 因为其实我直播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我最大心境不同就是那时候刚开始拍YT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很常因为酸民的留言而感到焦虑吗 或者是忧郁吗 或者是不快乐到还好 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人喜欢 又会有人不喜欢 我觉得这很正常 当然我希望的是 因为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不希望在你不认识我的状态下 你就可以妄下议论的去批评我 但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会妄下议论去批评你 我觉得这是相对的 一直到了现在 我反而觉得我好像越来越释怀了 虽然以前不算是到生气啦 但是我现在看到酸民的留言 我反而会觉得笑的蛮开心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他们留言很好笑 那有时候我可能就心血来潮看到的时候 就会他嘴我 那我也会嘴他一下这样 就互嘴 因为我个性喜欢交朋友 所以我会希望 当你还不了解我的时候 你在意图指教我的时候 我会用我的方式跟你解释原因 这是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然后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那我们可以综合彼此的想法之后 达到一个共识 对我来说 这是交朋友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件事 现在虽然靠北我穿衣服的人 变少了 偶尔当然是会有人问说 为什么要穿这样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到底是谁规定要怎么样穿衣服的 是你规定的吗 还是你的父母规定的呢 有人规定吗 应该没有吧 那为什么不能穿这样 我穿这样 我出门也是穿这样 然后不是就为了人靠北说什么 穿这样就是卖肉 不要没事靠北穿衣服好不好 你真的很闲耶 我跟你说 就是太闲了 才会没事去留言靠北别人 你把自己做好很难吗 你做好自己了 就来靠北别人吧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把自己做好 那你凭什么去靠北别人 是吧 有道理吗 所以不要没事找事 然后管好你的嘴 不要成天负面状态来 然后就到处去找人家刷唇再赶 我觉得你太无聊 好吗 加油好吗 拜托 不要阴阴美带子 真的 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是一个很老成的人 个性很老成 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从小被妈妈就是体罚啊 后树供热龙胶 电线条什么都被打过 就是你只要想象的到 可以拿来揍人的那一种都被打过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常常伤很累累的 然后伤很累累之后 你要去学校的时候 同学就会有有色眼光 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其实我小时候就会变成说 没有朋友 那没有朋友 就你只能自己默默的一个人的时候 我的个性反而会变得很老成 那时候我觉得我算蛮安静的一个人 我是一直到了出社会 开始有慢慢接触人群之后 才慢慢的把以前那种沉闷的个性改变掉吧 所以现在我就是想要开心每一天 虽然我其实工作压力也是会有 就是经营公司 然后经营自己 就是经营频道 其实我觉得都不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会希望至少我出去的时候 我想要每天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去面对 每一件事情 我想要像小朋友 一样每天都开心 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我YT 还能做多久啦 对我来说拍影片 现在对我而言是一种生活记录 人生记录 我想要在我可能未来年纪大的某一天 我回来看的时候 可以让我知道我到底成长了多少 改变了多少 然后学会了多少 其实我一直想要学很多东西 不是只有拍钓箱或是钓鱼 就是可能出去拍 不管是去学什么运动类啊 很多东西啦 其实我现在讲也讲不完 但我想学的东西真的蛮多的 所以我想说在我学习的时候 我把它拍成影片跟你们分享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棒的分享 就是我想把我学习中的状态 我的快乐 学习中的乐趣 告诉你们 对我来说也是很棒啊 应该吧 你们觉得呢 今天算是我的碎碎念啦 就是在讲我这新的一年来呢 我有新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不会有每个人每天都正能量 一定也会有负面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转个念 会更好 我就是那种 虽然负面状态有时候蛮多的 但是 想要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可以再给自己创造更多快乐 对我来说 学习 跟 认识到不同的人事物 朋友 在他们身上学到各种不同的东西 对我来说 也是一种快乐 目前呢 我的状态是这样啦 所以你们看到我开拍片 就每次都 就干话很多啊 很欢乐啊 对 所以 你们就默默的承受吧 承受我的碎碎念 我念完了之后 再来下一次 估计 应该又是一年后了吧 但其实我拍第一支的时候 蛮多观众是跟我说 蛮想要听我们 就是讲我们的心境的 我们的想法的 就至少大家好像比较会耐着性子 听我们讲多一点 片长可能至少愿意看个多个五分钟吧 不然平常可能就只有看四分钟 你们不要这么不持久好不好 三分钟以上努力一下好吗 男生至少五分钟以上 不是说看影片 不要一直都快转 好好认真的看完 给我一点意见 给我一点想法好吗 那一支十万的影片到时候你们可以看 如果你们还没有看的话 你们可以看这一支影片 就是看我的左上角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 再来看一下 我的第一支跟第二支拍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心境 或是想法的那个状态有什么不同 你们可以告诉我 我可能还会再多拍一些不同的路线吧 主题多方面尝试 不管是可能开箱啊 或者是介绍什么东西啦 我目前也没有给自己设限 但是假如说是一个介绍一个产品 对我来说我也是要去理解这个产品 或是我要用过这个产品 我才有办法去分享给你们知道 我没有办法我自己没用过的东西 然后去分享给别人 我一定要自己有用过 我自己觉得好用 我才有办法推荐给我的朋友 对我来说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要学的还有很多啦 希望大家可以也不吝啬的 多多分享你们的意见啊想法 订阅我 我最近越来越懒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开场 我以前一开始的开场都会 还会自我介绍 我现在连自我介绍都省略了 直接就是很随便的开场 很随性的开场 因为你们知道 我觉得自我介绍的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很尴尬 但我希望我可以用最自然的方式去 让你们看到比较自然的影片啦 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尴尬的事情 你们不觉得尴尬吗 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多多包容啰 订阅我 下支影片见 拜拜 嗯 嗯 嗯 看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